新西兰第五集 手机卡和游客中心 在之前的内容当中 我分享了第一晚在新西兰的住宿 本期视频从第一晚之后的第二天开始 主要会分享一下我是否买了当地的手机卡 以及游客中心的内容 关于手机卡 通常我在一个国家大部分时候都会买当地的手机卡 但是这次新西兰并没有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贵 我在以往的视频当中曾经分享过 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中国的手机卡 买国际漫游流量套餐 我基本每天都会用一个叫做无邮行的APP 每天在里面有三次的抽奖机会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抽到一个15元的国际漫游利简券 使用这个券之后 我可以只花两块人民币 就可以买一个一季的国际流量套餐 我个人其实存了很多这个券和这个套餐 对我来说它很省钱 而且很实用 当然了 即便你使用正常价格在这个APP里购买国际漫游套餐 也依然会比新西兰当地更便宜一些 至少我个人觉得 短途的一个星期以内的行程 买中国手机卡的套餐更划算 除非你在新西兰待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关于使用中国手机卡 有一些国际上的软件APP不能使用的问题 其实你只要使用无线网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们那些国际上的APP 如果你有地图方面的困扰你可以下载一个离线地图软件 叫做Maps.me 然后在里面可以下载新西兰的离线地图 这是这家旅馆的这个早餐 特别热闹 现在车上吃东西 这是前一天买的一个鸡 一只鸡 烤鸡 然后他不好意思下车热 还是我下去热的 前菜根本一个人都没有 在多年晚上住的那个旅馆里边 微波路打热了一下 多年吃了剩下一遍 这还能再吃 做一只鸡能吃两顿饭 其实也能吃三顿 只要你省的话 对 两个人吃两顿 一个人可以吃三顿饭 两个人两顿饭其实也对我来说有点饱 其实那就是一顿饭咱两个人 一个人15块钱 15人比 这重点是这个风景 一边看着雪山一边吃鸡 然后等会儿要从这个旅馆出发 开始这个新西兰的行程 现在是在新西兰的第二天 现在刚离开皇后镇住的那个地方 准备要做的事情是第一件事情 就先去再取点现金 然后在取完现金之后去一趟游客中心 在这边的游客中心看一看那个他们的那个地图上 周边的可以往哪开 这上面的牌子标着就是免费停半个小时 周一到周日八点到六点 P30免费30分钟 现在正在取线 现在正在ANZ银行 这个银行当地是不收手续费的 这是第二次在新西兰取线 这个接口里加这个游客中心 这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游客中心 我会去里面搞个地图什么的 看看 今儿还有这个 拿着吧 都拿一个 这里边有张地图 再看看 这里边全是这种地图啊什么的 刚在游客中心里边搞了很多的地图 然后它里边会给你提示 可以开说游道的景点啊什么的 很多地图 而且可以收藏拿回去免费的这个纪念品 就是挂在家里的墙上 我会拿一个收藏 这里甚至还有中国公民 新西兰南岛安全手册 新西兰南岛安全手册 这次面包店买个这个东西 4块5 买了一个4块5的这个肉桂架面包 中国这个要多少钱 这个都20人民币了 十几块 就是中国面包店都会卖十几块 如果再比较往红一点的 比较火烟的面包 可能要20块的收购吧 这是皇后镇边上的一个可以停车 然后过来拍照片 观景的地方 风还挺大的 风也挺凉的 美吗 感受如何 太漂亮了 就是这么漂亮的湖 然后背后还是雪山 有很多很多雪山 现在可能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它那个周围四周全是雪山 太漂亮了 然后以上就是 关于这次我在新西兰八天当中 关于手机卡的分享 以及我推荐去游客中心的理由 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在下期的内容当中再见 拜拜